曾听过一句话 从前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一世只够爱一个人 如果这一生 我们能遇到生命中最对的那个人 然后一生一世都和这个人在一起 那么我们这一生也将会幸福无憾了 可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完美的事情 而对于男人来说 他们的心底可能并不甘心拥有过一个女人 男人一生要拥有多少女人 才算是完美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采访了五个男人 他们都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李先生无数个 其实我有点渣 我谈过很多段感情 也试过很多女人 清纯的 妖艳的 爱做的 懂事的 懂事的 各自高的 各自矮的 有钱的 没钱的 比我大的 比我小的 就像穿衣服一样 你多试几个才会知道 哪一件才是最适合你的 哪个人才是最适合你的 我特别看不起那种一辈子就只谈过一段感情的男人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识过其他女性的魅力 所以他们婚后可能会经受不了来自外部的诱惑 选择背叛婚姻 但是久经情场的男人就不一样了 就比如说我哈 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 而且也明确了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当我定下心来真正的投入家庭的时候 往往会比没有经历过很多女人的男人要更可靠 李先生我觉得三个才够 第一个是白月光斑的初恋 感情起源于学生时代的懵懂 那时候的我虽然不懂爱 但是那时候的感情却如此纯粹 真正他虽然没有成为我携手一生的伴侣 但是却教会了我爱与责任 教会了我感情里面的酸甜苦辣 第二个是刻骨铭心爱而不得的红玫瑰 虽然我现在结婚了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起他 想起我们过去的那些美好的伤痛的回忆 我一直以为他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我觉得我肯定不会辜负他 但是命运就是如此造化弄人 相恋八年经过分分合合的我们 最终还是没有经过现实的考验 我有时候觉得我真的不是人 呼售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 一切都是命吧 当他为我打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知道他心里面非常难受 身体也很痛 但是他还是强颜欢笑和我说 没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有的 我那时候就发誓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 给他和未来的孩子一个稳定的生活 可是如今 当我有了那个条件 我想保护的人却再也不在我的身边了 我曾经一直以为我们还有时间 也许我真的不懂女人心吧 虽然那时候我从未想过抛弃他 但是我却没有想过他敏感的心 他可能害怕我事业有成之后 就找了其他年轻女孩子吧 说到底都是我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第三个女人 和他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平平淡淡地过完此生 虽然我心里面对我的前女友 还是念念不忘 但是如果他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还是不可能放弃现在的家庭 去和他重新在一起 如果我还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我可以为他放弃一切 但是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 有了妻子和孩子 我必须对他们负责 也许生活的真谛就是归于平淡吧 我在我的妻子身上 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激情和冲动 但是作为男人 我还是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毕竟我的父母年纪见大了 我也不想再让他们为我的感情而担心 吴先生一个就够了 说实话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会娶我现在的妻子 从小时候起 我就把她当我的妹妹看待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她的感情 由亲情慢慢转化成爱情 这大概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 我们俩就是为彼此所准备的 当我准备娶她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阻力来自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一直是把她当作 亲生女儿看待的 他们觉得我可能以后会有外星 还好我的妻子对我足够信任 她用真诚和耐心打动了我的父母 让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对我和我妻子的关系 有一点点疑惑呢 其实我的妻子从十岁左右的时候 就来到了我们家 我们家人对她就像是自己家人一样 这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而老丈人就是为了保护我的父亲才去世的 我父母对此一直感到非常愧疚 后来她母亲改嫁了 留下她一个小姑娘孤苦无依的 所以我父母就把她接来了我们家 所以我和她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 我有时候觉得这真的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还好老天让我遇见了她 好闲手三到五个才算圆满吧 记得那年我十八岁 我和一个女人相恋了 她是我的初恋 我们一起去上学 一起去小河边散步 她想吃哪一家的包子 我早晨五点就起床 好到那家包子店 去买来给她 尽管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 但是那段感情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好的 而前任说句实在话 有过很多 但都没有初恋刻骨铭心 不过前任的女人 在我看来 应该是属于那种 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导师 最重要的导师 因为有了前任 男人在面对现在的老婆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成熟 也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有了前任的女人 所以男人才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现在的老婆 得到她想要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男人一生当中 应该有三到五个女人 才算是圆满吧 秦先生不在乎多少个 只求遇到真正爱我的 男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的女人 可如果男人遇不到那个 可以和自己厮守终身的女人 那人生一定是不完美的 所以在我看来 有一个能死心 他得跟着你 跟着你呢 全身心相信你 能对你不离不弃的女人 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我不奢求一辈子要多少个女人 只要能遇到那个真正爱我的女人 那我就满足了 在我看来 我并不觉得一个男人 一生经历的女人需要定个数 感情这种事情 有谁能够说得明白呢 如果你真的那么幸运 一次或两次就遇见了最适合的那个人 那么你有她就够了 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寻寻秘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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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她 那么你经历的女人多一点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最重要的是你遇见了你的那个她之后 是否可以定下心 对你的妻子和家庭负责 感情里都想找到自己的真爱 但是爱人先爱己 所以首先第一步 了解自己 在寻找真爱之前 你是要先了解你自己 这意味着你需要知道你的价值观 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对伴侣的期望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自己时 你才能找到一个与你相匹配的人 试着列出你的个人特质 优点和不足 然后问自己 你想要的伴侣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第二步扩大社交圈子 人的一生会遇到约2920万人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0 000049 如果你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寻找爱情 那么你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 试着参加新的社交活动 如加入兴趣小组 志愿者活动或者参加聚会 这不仅可以帮助你遇到新的人 还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机会 了解自己和他人 记住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命运的安排 第三步展现真实的自我 做你自己做你自己 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被占用了 当你遇到可能的伴侣时 不要试图去做你不是的人 你应该展示你真实的一面 让他们看到你的优点和缺点 记住真爱不仅仅是关于浪漫和激情 它也是关于理解和接受 第四步建立良好的沟通 沟通的艺术就是听的艺术 在任何关系中 良好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应该能够与你的伴侣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 同时也能倾听他们的观点 如果你发现你们在某些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那么你们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沟通和理解 第五步保持耐心和开放的心态 爱情就像树一样 需要时间来成长 找到真爱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你需要有耐心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 同时你也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受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性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并不完全符合你期望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你的真爱 第六步勇于承诺 真爱不是找到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看待不完美的人 当你找到了那个你认为是你的真爱的人时 你需要有勇气去承诺他 这不仅仅是指物质的承诺 更主要的是情感的承诺 你需要让他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在他身边 第七步不断努力和成长 爱情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一种感觉 爱情需要双方的努力和付出 也需要不断地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同时也要帮助你的伴侣做到这一点 记住真爱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结果 你们的旅程可能会充满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你们愿意一起面对并克服这些挑战 你们就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还得学会抓住他的心 一个男人抓住女人心的最高境界 就这三个字 一个男人抓住女人心的最高境界 就这一个真字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想要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就会在心里有了人之后 认真对待 部分男人抓住女人心 靠的就是一个真字 因为部分男人觉得感情 如果一直只是完满的话 那么就一直很难遇到一个对的人 也很容易让自己在感情里变得丧 其实靠着一个真字 抓住女人心的男人 是做到了一心一意 让女人觉得自己是被深深爱着 被坚定选择的 而不是遮遮掩掩掩 不敢承认 部分女人觉得感情就是需要如此 爱就爱不爱也没关系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觉得这没什么 只要真诚一点 坦率一点即可 二一个男人抓住女人心的最高境界 就这一个念字 对于那些在一起很久的情侣来说 有时候部分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了 但总感觉对方的心变了 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个念字 在感情中 不管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还是没有在一起 只是在暧昧阶段 如果不念着对方 那注定了是要失去对方的 因为爱是惦记 爱是有欲望的 会念着对方 心挂着对方 会想着对方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好与不好 快不快乐等等 就是这些 才让彼此变得有话聊 不管是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 还是心理上 才让彼此的心相互靠近 彼此不断被吸引着 三一个男人抓住女人心的最高境界 就这一个数字 人说一回生 二回数 其实感情中也是这样 现实中 没有那么多所谓第一次就觉得要在一起的 就有了这个人 就是陪自己走完后半生的人的感觉 其实更多的是部分女人或者部分男人喜欢上了对方 然后展开追求 然后彼此在爱上 大都是一个人先动情 而另一个人紧跟着 所以部分男人抓住女人心的最高境界 就是懂得了这个数字 比如只要对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或者直接的拒绝 就会一直找机会和对方接触 可能是找聊天的借口 让彼此之间有情感上的共鸣 也可能是邀请对方去吃喝晚乐 总之就是会让彼此熟悉起来 制造让对方度轻的机会 就会让彼此处理